我再加一个 你们俩男朋友是你的上级 但是你的同事认为 你们俩在利益上 他会照顾你 比如分奖金会多给你 或平时工作量会给你少一些 对于同事的闲言岁语 你会怎么做 如果说同事觉得我是 可能他在照顾我工作量给我少一点 那我可能会说 可以多给我一点工作 或者说怎么样 我会 我不想让别人产生 他对我有照顾的这种任何的想法 我希望用到能力产生了 还有 如果面临这个情况 领导让你选 你们俩也有一个人离职 你离职还是让他离职 这不能往死里离职 对 你们别太为难他了 我觉得他 我倒想反问过来段东 如果你的女朋友在公司里 你会特别照顾他吗 你会吗 说两句话 我绝对不会 我告诉你 我绝对会 我要么就是我自己离职 如果我不离职 我一定照顾他 那我的女人 我为什么不照顾 我绝对不会 我跟你讲 我在我曾经 还真是在我身上发生过 哪个 是哪个 现在吗 我一个女朋友 曾经跟我在一个公司 多少年前的事 很多年前了 他跟我曾经吵过架 他说我在公司见了他 就跟见了陌生人 更很冷酷的样子 那都是装的 是真的真的 我在公司里边 从来不跟他一起吃饭 从来不 所以呢 我认为他回答的问题 回答得非常好 不 段总 没说完 段总 所以你们俩必须有一个人离职 是谁离职 我离职的 我提的离职 对此有个怀疑 对他有个怀疑 他是做过 在会计师事务所做过 做过咨询 做过数据分析 也做过总账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过任何意义 没有 有 就是我之前在有一份 审 在那个审报销单的时候 打车票是 一千多块钱的一张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很存疑 但是他上面签字 其实如果按照那个流程 不考虑这个金额的话 可以直接去做账的 那么我是可以直接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对这个是产生疑问的 那么我就是跟我的主管 跟他说了之后 然后是跟当时这个报销人 然后跟他去联系了一下 然后就是让他再追加了一个签字 就是证明这笔金额可以进行报销 这个非常好 我最后问你一下 那个互联网公司 就是硅谷的普通入职人员的考题 五位数是几 万呢 万对吧 是吧 九位数呢 九位数 一啊 十三位数呢 百亿啊 千亿啊 百亿 兆 对 十七位数呢 我跟你讲 这就是财务人员 真正他往后数据化能力 一直都会往后 好 我现在说到一个终极答案 一百零一位呢 就是一后面一百个零 是什么呢 不知道了吧 知道吗 那个财务数据是什么 我们公司最好的 那个财务数据 那个财务的称谓叫谷歌尔 这就是Google的那个来源 没有意义 特别好笑 真的没有意义 你不能投入在你的无知里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会计 应该比你们公司专业吧 我们看销售额 看会计部的人数 我们考会计应该考什么 你用你的行业来衡量别人的 专不专业 我们的会计我们要考会计 真同情你无知 那你今天你来 你去做宝马的会计部了 你能做得了吗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敢说宝马会计部 有一半的人不知道谷歌尔 是 来做财务的嘛 我想问的是 你注册会计师 我的很多同学 在本科都已经考出来了 那为什么你上了研究生 还没有考出来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定是 本科生不能考 只有毕业之后 才可以去考取这个任务 那我的意思 现在你已经本科毕业了 读了研究生 对 还没找两年吗 对 我是去年 19年毕业的 去年我是通过了两门 今年可以的话 我是想今年一口气通过的 我很好奇姑娘 你特别优秀啊 我很好奇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上司 其实这边 我的一厢企业是 郭总 金山云 然后我其实如果说是 我如果是对于上司的话 就是一个抽象化的 那么一个感觉 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上司 是对我有一个严要求的 然后他 但是他会给我一定的权限自由 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我只能听他的 我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 或者说我的学习能力去查 去完成他赋予的一个 有自由度的一个任务 来 第二轮选择去国内 还有起展灯 我们来看一下 来 从杜子健开始 六千 财务 财务助理 是吧 六千 工作地点是北京 金山云给您的岗位是数据分析师的实习工作 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 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标准 研究生的实习工资都一样 四千 在北京 东北 少年读到给你提供的职位是财务专员的实习岗位 在实习期呢是六千 江卫也给你提供的是北京的会计助理的岗六千 苏鼠卫也给你提供的是在上海的这个实习岗位 会计的基础的这个工作 八千 第一点就是上海 在上海 六十游给你提供的岗位是财务助理 六千 北京 是吧 来 考虑一下 灭掉其中的五盏 留下两盏 去吧 就两个上海 其他全是北京 来 有请 一浩阳过篮谈前不上感情 首先说一下这个薪资你要不要谈 郭总 您这边是一个实习的工资 实习的工资 然后像之后的话 就未来如果说是工作的一般 因为这次给你的是数据分析师的助理 然后看行业 看我们要做的一些业务的 整体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根据你实习完了以后的成绩来定岗 这边是财务是吗 财务 财务 对 一定要本专业 那说了财务助理 坐远岗位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金山云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松鼠AI 去吧 我选择利好杨立总这边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它的是一个财务 跟我的专业更为契合 一方面是松鼠AI 它是更偏向互联网方向的 这也是我的意向企业